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玩小企鹅波乐乐的积木玩具 首先来拼装火车 这是火车底盘 它是绿色的 这是黄色的驾驶室 装上去 再装上绿色的部件 红色的部件 还有火车盖板 火车头拼装好了 打开驾驶室 小企鹅波乐乐来驾驶火车 吊转火车头 出发咯 火车是行驶在铁轨上的 接着拼装火车车厢 这是车厢底座 它是红色的 装上轮子 一 二 三 四 一共四个车轮子 红色的货箱 装好 还有橙色货箱 黄色货箱也装上去 一 二 三 三个货物 把车厢 把车厢和火车头连接起来 OK 出发 火车厢和火车厢和火车厢和火车厢至年快乐 再让一共大车厢和火车壮 ans 爱迪来上班了 出发 再来拼装一节车厢 这是车厢底座 是黄色的 装上浅紫色的货箱 浅蓝色的货箱 还有浅绿色的货箱 这是蓝色货物 装好 第二件货物也装好 全部装好了 把车厢和火车头连接起来 出发运货咯 要小心点行驶 到达目的地 爱迪下车 任务完成 第一个格子 是什么呢 哦 是猪妈妈 猪妈妈要去医院 再来看第二个格子 哇 是可爱的小雪人 小雪人来和佩奇一起玩 拆开第三个格子 是一个滑雪板 让乔治来玩滑雪板 去滑雪咯 第四个格子 是什么呢 是一把吉他 小马佩德罗来弹吉他 看看第五个格子 是一个雪橇 猪妈妈来做雪橇 出发咯 第六个格子 哇 是一个望远镜 乔治来玩望远镜 第七个格子 是我们的猪爸爸 猪爸爸也来到了医院 第八个格子 是什么呢 是小熊娃娃 哇 给佩奇玩 第九个格子 是一棵圣诞树哦 给猪爸爸吧 第十个格子 也是一个雪橇 让猪爸爸来做雪橇 让猪爸爸来做雪橇 第十一个格子 是我们的小猪乔治 乔治出来玩喽 第十二个格子 第十二个格子 是圣诞礼物耶 是圣诞礼物耶 送给佩奇吧 看看第十三个格子 是玩具火车 给佩奇丝 给佩奇玩 第十四个格子 是一艘软 是一艘轮船 是一艘轮船 第十五个格子 是一艘轮轮 是一艘自行车 陶治来骑自行车 小心点哦 佩德罗过来了 给它玩轮船吧 第十六个格子 里面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小猪佩奇 第十七个格子 是喝茶用的东西 佩奇过来啦 喝点下午茶吧 再拆开第十八个格子 是一只骨 乔治过来啦 让乔治打鼓吧 第十九个格子 也是一辆自行车 佩奇来骑自行车 出发咯 第二十个格子啦 是一个玩具小屋 给佩奇玩吧 这是汪汪队的新成员艾尔 这是艾尔的大卡车 打开驾驶室 让艾尔来驾驶卡车 车上还有钓壁 让艾尔来操控钓壁 抓起一根木头 放到车车上 放到车厢里 放到车厢里 艾尔出来吧 这里有木头和钢材需要搬运 打开驾驶室 艾尔来开车 出发咯 到了 艾尔先过来看看 哇 好多东西啊 回去准备搬运 先来操作吊壁 先来操作吊壁 夹起木头 放到车厢里 再夹起一根钢材 也放进车厢里 好了 艾尔下来吧 打开驾驶室 艾尔坐进来 运走咯 这是汪汪队的新成员 可拉 拆开驾驶弹 这是狗狗毛毛 这是一条红龙 红龙的全身是通红的 它有一对大翅膀 让可拉坐上来 红龙可以喷火 再喷一次 红龙要起飞咯 哇 飞得好高啊 这是第一幅拼图 我们开始吧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第四块 第五块 第六块 第七块 第八块 第九块 第十块 第十一块 第十二块 第十二块 第十三块 第十四块 第十五块 第十六块 第十七块 第十八块 第二十九块 第七塊 第八塊 第九塊 第十塊 第十一塊 第十二塊 第十三塊 第十四塊 第二幅拼圖也拼好了 再來拼第三幅拼圖 第一塊 第二塊 第三塊 第四塊 第五塊 第六塊 第七塊 第七塊 第八塊 第九塊 第十塊 第十一塊 第十一塊 第三幅拼圖就拼好了 好 第十七塊 第十三塊 第十一塊 液体 第十一塊 第十一塊 再装上翻抖 翻抖车安装完成 让小猪佩奇上车 佩奇出发喽 这里有货物要搬运 翻抖车过来了 把货物装上车厢 掉头 运走喽 到站点啦 掉头 卸下货物 继续出发 接下来我们要组装垃圾车 这是车头 装在底座上 装好了 这是车厢 这个窗户可以打开 装上去 另一节车厢 窗户同样可以打开 装好 垃圾车组装完成 佩奇来驾驶垃圾车 出发喽 哇 这有好多垃圾 佩奇来运垃圾了 拿走垃圾 打开车厢 把垃圾放进去 关上车厢 关上车厢 佩奇要把垃圾运走喽 到达垃圾厂 掉头 把垃圾卸下来 好了 我们再来组装清杖车 这是车头 装在汽车底座上 还有车尾 这是清杖用的吊钩 装好 清杖车组装完成 佩奇上车 佩奇要驾驶清杖车 出发喽 有一箱货物需要清理 清杖车过来啦 掉头 用吊钩勾住货物 把货物拖走吧 打开冰箱 摆上番茄酱 蓝莓酱 薯条 关好门 打开下面的抽屉 放入西瓜 草莓 香蕉 葡萄 再关回去 第一层货架 摆牛油果汁 桃子汁 矿泥 矿泉水 第二层摆橙汁 柠檬汁 还有可乐 第三层摆面包 甜甜圈 饼干 猪爸爸来货物 拿上篮子 打开冰箱门 拿一盒薯条 一瓶蓝莓酱 再来货架上 拿一瓶可乐 猪爸爸买好了 拿回家去吧 小猪佩奇也来购物了 佩奇口渴了 先倒杯水 快喝吧 好了 拿上篮子去购物了 打开冰箱抽屉 拿一串葡萄 一颗草莓 一根香蕉 一块西瓜 学好了 帮佩奇切水果 切草莓 香蕉 再切西瓜 还有葡萄 场景路杰拉德 也来购物了 拿上篮子 打开冰箱 拿一瓶番茄酱 一颗西兰花 一根胡萝卜 再来货架这里 拿面包 东西买好了 杰拉德拿回家去吧 拆开小猪 佩奇的盲盒 拆开小猪佩奇的盲盒 不 是场景路杰拉德 杰拉德回家了 打开门 让杰拉德进去 关好门 拆开第二个盲盒 是小猪乔治 乔治也回家了 开门 乔治进去 关门 拆开第三个盲盒 是小猪爱德蒙 爱德蒙回家了 开门进去吧 拆开第四个盲盒 是小小猪乔治 是小狗丹尼 丹尼回家了 开门进去 拆开第五个盲盒 是小羊苏西 苏西回家了 开门进去 拆开第六个盲盒 是小兔瑞贝卡 瑞贝卡也回家了 打开门 快进去 拆开第七个盲盒 拆开第七个盲盒 是斑马苏仪 苏仪回家了 开门 让苏仪进去 拆开第八个盲盒 是小巷 是小巷艾米丽 艾米丽回家了 打开门 快进去吧 拆开第九个盲盒 是小巷艾米丽 是小巷艾米丽回家 开门进去 拆开第十个盲盒 又是长巷艾米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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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降龙 要下降龙 哇 好好玩啊 再来挡鞦韆 挡鞦韆 挡鞦韆真有趣 到一边休息 到一边休息吧 瑞贝卡也来玩啦 从梯子上去 上来啦 在椅子上坐好 开始咯 真好玩 瑞贝卡也来挡鞦韆 瑞贝卡也来挡鞦韆 好了 下来咯 轮到小斑马苏姨啦 从梯子上去 到达顶部 坐上椅子 准备下滑 下来啦 好刺激啊 苏姨也要挡鞦韆 挡鞦韆真好玩 最后是小猫坎迪要玩啦 坐上椅子 坐上椅子 下架 太刺激啦 再来挡鞦韆 再来挡鞦韆 好了 再去玩点别的 沛鞦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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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苏姨 坦迪刚刚摔倒啦 好在没事 回家吧 瑞贝卡也回家咯 最后是苏姨 回家咯 这是狗狗 灰灰的飞龙 飞龙的全身是红色的 它有一对翅膀 按下按钮 扇动翅膀 这里是座位 这是汪汪队的小狗 灰灰 灰灰身上穿着磁铁装甲 灰灰要去驾驶飞龙了 坐上坐外 起飞喽 来看第二个玩具盒子 这是狗狗阿奇的飞龙 飞龙的全身是黄色的 这是飞龙的翅膀 按下按钮 扇动翅膀 这里是座位 这是汪汪队狗狗阿奇 阿奇身上也穿着磁铁装甲 阿奇出发去驾驶飞龙了 坐上坐外 起飞喽 再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这是狗狗毛毛的飞龙 飞龙的全身是绿色的 它身上也有一堆翅膀 这里是座位 这是汪汪队的狗狗毛毛 毛毛身上穿着磁铁装甲 猫毛毛要去执行任务了 过来驾驶飞龙 准备起飞 发 immigrants 再看最后一个玩具盒子 这是汪汪队狗狗小丽 小丽身上穿了黄色的磁铁装甲 这是小丽的飞龙 飞龙的全身是紫色的 这是飞龙的翅膀 让小丽来驾驶飞龙 飞龙出发执行任务准备起飞 配飞龙出发执行任务准备起飞龙